平安夜没有收到苹果的 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吃一锅卤味吧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加入鹌鹑蛋 葱白 生抽 老抽 冰糖 豆瓣酱 还有香料包 倒入啤酒 莫果食材 藕片和海带 吃一点加 口感会更好 看着这咕噜咕噜的画面 也太治愈了 一份温暖的乳货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夏天每个星期 我都会给家人做几次薄荷味的酸辣汤 大人小孩都喜欢 做法也很简单 先把嫩豆腐切成细丝 再切点自己爱吃的各种配菜 使开倒入所有的食材 煮两分钟后 放一包调好味道的酸辣汤调料 其他的油盐酱醋都不用放了 再淋入一个鸡蛋液 出锅加一把葱花和薄荷 老公连喝两碗都不够 为喜欢的人做饭 少很麻烦一点 怎么了 火锅底下可是个好东西 加入番茄 可以让整锅的味道更浓郁更融合 辣椅打底 倒出汁水 最后倒入透明的气泡水 再来点自己喜欢的配菜 喜欢吃香菜的一定要多加一点 这样的一锅你们能吃几碗米饭呢 鸡肉吃完了还可以当成火锅 算了吃 大冬天果然还是要来点乐乎的 炒热的夏季给家人做一锅这样的酸辣汤 汤酸开胃 别提多受欢迎了 关键做法还很简单 首先嫩豆腐切丝再切片 然后切点自己喜欢吃的各种配菜 水开倒入所有的配菜 再次烧开后倒入一包这种 根据比例调制好的酸辣汤调料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然后淋入一个鸡蛋液 有条件的放点葱花薄荷叶 还没上桌女儿就喝了两大碗 五一放假在家做了一锅夹茄盒 外酥里嫩 放凉了也不回软 做法非常简单 肉馅里加姜末 葱花 盐 鸡精 生抽 一个笨蛋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茄子切成夹刀片 像我这样填满肉馅 碗中倒入一袋小酥肉专用粉 加适量清水 调成酸奶状 再加一勺食用油 这样炸出来会更酥脆 切合裹满面糊 7成油温下锅炸 夹至表面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炸起和外酥里嫩 大人小孩都爱吃 鲜火的大虾去头去壳 再把青椒切断 从中间剪开 我这里是半斤猪肉的料 加入屏幕上调料 不仅入味 肉的口感也会更好 搅拌均匀后 往青椒里填入满满的肉馅 当然不能忘记他最爱的大虾 填好的青椒下锅间 剪至微焦 倒入料汁 闷上两分钟 我点的奶茶到了 每月18号 是美团外卖神圈节 有限量的18元神圈哦 现在打开美团外卖 搜索陈销井 由我送给大家18元装属福利 下单超好算 详细的可以看评论区 清爽的青椒包裹着入味的猪肉蟹 最后涌出一股虾的清甜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们身边有特别爱吃鸡胸肉的人吗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低卡鸡肉条 没有男朋友的 要自己动手哦 加入屏幕上调料 厌制20分钟 煎到鸡胸肉表面带着焦黄 一把芝麻 一勺椒盐 紫朗 还有辣椒面 翻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解肠还不发饭的小零食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最近柚子真的很火诶 试试看我给你做的柚子茶 秋天的顺序是 想你 建你 给你剥柚子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蜂蜜柚子茶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柚子很燃的部分 记得要去干净一点 要不会有很重的苦味 处理好的柚子加盐水 泡散30分钟 果肉像这样的切 就能剥得很干净 把柚子煮至半透明 加入冰糖 倒入清水 盖上盖子煮至粘稠 放凉后加入蜂蜜 天气慢慢变凉了 嗓子不舒服的时候 来上一杯 再合适不过了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近新种潮的流氓一克 他们家榴莲的品质特别好 榴莲泡泡有蜜质的外皮 冰冰糯糯的 而且只用了榴莲 没有用奶油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这个小的做法可一定要学会哦 咸蛋黄切碎备用 大虾去壳去虾线 加入屏幕上调料 抓勻腌制10分钟 腌制好的虾再裹成淀粉 等油温升高了小锅炸 炸到金黄酥脆捞出 淋化一小块黄油 倒入咸蛋黄碎 放炒到山降起沙的状态的时候 倒入虾仁 均匀地裹上 炸虾费酒也喝越有 今天来点红芯低度的43度大二 这是红芯很有代表性的一块产品 喝酒就得喝点纯粮的 平时和朋友一起吃饭喝酒都会选它 选二锅头 记得要看准这个纯粮小金标 有它才是真正的纯粮式酒 这还是有几的 喝着更放心 看看这酒体多透亮呀 一口下去干净用顺口 凉香十足 搭配上金沙虾球 酥脆咸香的外壳 Q弹鲜嫩的肉质 真的是美滋滋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生活在一起 南面有一些小摩擦 重要的是 该怎么哄好它 快让你的男朋友系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有人小西几间奶茶几 就方便多了 自己做的奶茶更放心 不会有添加剂 也不会有奶精 过程真的很简单 珍珠用开水泡个五分钟就好了 在家也能实现奶茶自由 它还能一击六用 打个奶泡做杯咖啡 你看像不像学定 如果想要健康一点的 也陪用来做个水果茶 步骤一样很简单 这下知道怎么哄对象了吧 其实情侣之间的幸福很简单 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 有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就像今天的菜一样 青椒上锅小火慢煎 全纸虎皮状有一点焦黑 用刀轻轻刮去表面焦的部分 小料的配比是关键 味道好不好就看这里了 倒上52下 让它们充分的融合 把它夹在馒头里 别看麦香好像不怎么样 但是味道好到我一次性能吃掉三个馒头 你要不要来一颗 上次的容易草莓八百一颗 今天这个怎么也得一千六 先炒一个饼下好的 放上一小时把籽取下来 泡在水里 草莓地撒上糖霜 分干备用 草莓切丁加入白糖 翻拌均匀 放上把汁膜放进冰箱冷藏一碗 过滤出草莓糖浆 过滤出草莓糖浆 剩下草莓也不要浪费 加入柠檬汁 好煮出全部的汁水 再一次过筛 滤掉果渣 剩下果浆 趁热放入吉利丁 搅拌均匀后倒入模具 放入冰箱冷冻凝固 最里面的那层 果肉夹心就做好啦 接着我们来做第二层 奶油芝士 加入奶油酸奶还有柠檬汁 还记得前面草莓糖浆吗 加入点吉利丁隔水融化 和芝士一起搅打着顺滑无颗粒 装进裱花袋里 模具里先挤上一半 放入之前冻好的夹心 再挤上另外一半 摔打一下 挣出气泡放入冰箱冷冻 接着是第三层 草莓加糖加水 这里要注意水不要太多 这一次过筛的时候超崩溃 我前面花一个小时去紫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一层吉利丁一定要多加一点 倒入杯子里 把冻好的夹心 黄黄的放入草莓这里 直到它完美均匀的过上 这一层真的超止于 接着就是组装缓解 把栽下的草莓籽一个个放回去 Q弹的草莓嘴里下 包裹的是丝滑的草莓芝士 还有浓郁的草莓夹心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又发现了一个超解压的活动 开珍珠 6个珍珠棒我一共开到了156颗 今天就来试试用骨法来做珍珠粉 首先需要一块大豆腐 在中间挖个洞 倒入珍珠然后再盖回去 用豆腐来炮制珍珠 据说是张帮的做法 除了可以清洁珍珠以外 它可以让坚硬的珍珠 质底变得稍微酥脆一些 煮好的珍珠晾下杆水分 然后就可以开始研磨了 不得不说珍珠是真的硬 只能一颗颗砸 像不会飞得到处都是 不停的敲啊敲 敲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过第一遍筛 这个时候珍珠粉还不够细 所以我们要用骨法水肥法 原理很简单 煮够细腻的珍珠粉 会悬停在水中和水一起倒出 不过细的就会沉在往底 重复以上的步骤 不停的研磨倒出 等待沉淀 最底下的就是 逐个细腻的灯珠粉啊 抹在沙漠上铺平 放在通风阴凉处风缸 挖的时候稍微轻一点 这样做出来灯珠粉真的超细腻 也很好保存 直接装挂蜜蜂就好 必须可以加点牛奶搅拌 直接抹在皮肤上 快走给人家里的人用吧 我做梦也没想到 绿豆里加一杯白西米 就可以做出这么好喝的绿豆汤 洗净的绿豆放入锅里 小火煮40分钟熬成这个熊样 加点冰糖 搅匀融化后放一边凉快 水开下西米煮15分钟 再满20分钟 待完全透明后过一下凉水 和绿豆沙一起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大热天来这么一碗清凉又解暑 今天吃粉丝哦 快了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来的不要笔动手哦 把炸开花的粉丝捏碎 这个过程超级解压 加入自己喜欢吃的坚果或者果干 水白糖麦芽糖的比例打在屏幕上了 熬到冒起大量的小气泡 倒入碎碎的粉丝 找个模具铺上油纸 用擀面杖压平 听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有多酥脆了 一个接一个完全都停不下来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好